梁詠琦 梁詠琦這日出席活動 講起剛過的母親節 雷雷竟然沒有送禮物給她 她忘了送給我 所以今天母親節已經過了兩天 她今早收拾書包回學時 在書包底下 見到一張母親節卡 和一個她手製的小袋子 給媽媽化妝包 自己環幾學校 今早才送給我 但也很漂亮 很開心 不過我那天早上也有想過 為何嫂子沒有禮物送給我 學校應該都會說 卡仔也有 我想可能今年沒有 沒有特別的追問 那天安排約了我媽媽 一起去吃齋 過了一個去公園玩玩的母親節 沒有說有什麼禮物 可能原來有 今早才收到 Gigi母親節那天就很不開心 那天其實爸爸有送花 我都覺得夠了 只不過腦裡有閃過一秒 都覺得 今天學校沒有畫卡嗎 沒有可能沒有 那就算了 原來也有 前陣子 Gigi送了BB衣服給杏儀 那套黃色衣服 令網民選擇 杏儀今胎是女生 其實是一個美麗的誤會 因為 我們的同在品牌 是西班牙的品牌 其實西班牙的BB 無論是男生還是女 他們都會穿得很可愛 就像公主黃子一樣 還有BB衣服會有一些 叫做行業邊的花嶺 無論是男生還是女生 都是這樣的 所以我已經送了黃色 因為我也不知道是男生還是女生 可能因為那些款式 就太可愛了 網友就不會再說 會不會是女生 其實就不是了